师父经常给我们讲,学佛要不二反门 其实已经拜师的弟子更是要一门精进,依教奉行 念经做功课要不二反门 平时生活行为也要不二反门 有些师兄学习心灵反门非常精进 但是在生活中还练瑜伽、屁股 找通灵人看层、看病 请问师父,这些行为是否违背了佛要法门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? 实际上大家要提出了 这个佛要法门菩萨不会这么障碍 这个佛要法门讲的并不是某一个法门 是讲的我们学佛精进的心 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一门精进的学佛 学法并不是说这个法门那个法门 实际上同样一个法门 你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 你头疼一疼、脚疼一脚 好好的看病就好 寻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 是你的唯一的法门 就是你的不二法门 谢谢 谢谢